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是在关心最新的农业气象 天气特报 为什么会有这个天气特报 最主要就是在下个礼拜 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冷冒气南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天气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周末的时候 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那么到礼拜天会转成有点偏东风 不过在东北部的话 雨还是比较多 其他地方则是多云的天气 周末因为风向有稍微转了一下 转成偏通风 所以气温会稍稍的回升 但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在下个礼拜三之后 温度又会比较明显的往下降 要特别留意 礼拜二到礼拜三的温差 来看一下今天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这个百香果的栽培角叮咛 提醒大家百香果容易出现 这个老叶卖间的这个黄化 是缺美的一个症状 应该着量补充硫酸美的这个资财 另外提醒大家就是冬季的话 这个百香果会利用灯光 进行产季的这个调节 也建议是要先检查这个灯泡跟开关 像是否正常确保这个产吊可以顺利 另外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的部分 礼拜六的话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主要还是受到 有点偏东北风的影响 不过在之前几天像礼拜四礼拜五 这个原本影响台湾的这个黄南云系 已经水气逐渐减少了 所以可以看到虽然还是受到东北风影响 但是降雨机率就比较没有那么高 只是影封面可能还是有些短暂的争语 礼拜天的话这个风向 东北风又在减弱转有点偏东风 所以这个温度也会逐渐的回升上来 到礼拜一的时候可以看到 比方又有封面云系在酝酿 所以到礼拜一的这个深夜 到下半天的时候可能到礼拜二 封面就会逐渐的接近影响台湾 礼拜二可以看到封面很快速的通过之后 就要留有封面后方的冷空气 那么这一波可以说是 今年入秋以来可能是第一波 比较明显的比较偏向秋冬季的 冬季的冷空气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因为有可能会造成比较明显的降温 来看一下容易下雨的区域的话 在礼拜六礼拜天最主要就是封面 北部东北部东部可能有些局部临行的短暂争语 来看一下这个比较细部的降雨的一个情况 礼拜六礼拜天最主要是 东北部可以看到宜兰这附近 还要特别留意 局部地区可能雨势还是稍微比较明显 礼拜一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水气是最少的 但是到礼拜二的时候 尤其礼拜一的深夜 到礼拜二的上半天 封面游戏快速通过的时候 北部东北部东部 又有一波降雨的一个情况 不过看起来 现在看起来这个量还不算是很多 但是要特别具体是这个封面后面的一个 冷空气的影响情况 那么提醒大家 礼拜六的话全台湾都是大浪 还是要特别留意 因为是东北风的影响 礼外岛地区也都是大浪 就在潮汐的部分 要特别留意的是基隆之中潮 其他地方是小潮 在礼外岛部分的话都是小潮 另外要特别具体就是温度 来看一下北部的气温的一个情况 礼拜二之前 低温大概在17到19度高温 大概在21到26度 礼拜一是目前看起来 温度回升最明显的情况 不过大致上 礼拜二之前都是属于比较偏凉的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礼拜三跟礼拜四 因为礼拜二风面云气通过之后 很坏处的北方的冷空气南下 所以礼拜三跟礼拜四可以看到 低温有机会下降到只有14-15度 高温是18度 要特别留意礼拜二到礼拜三之间的这个温差 那么南部的话呢 也会稍微受到影响 可以看到在礼拜二之前 低温20到21度 高温27到28度 但是礼拜三跟礼拜四 也是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 低温降到只剩下18-19度 高温大概在23度 南部虽然说受冷空气影响 可能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也是会稍微有感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 下个礼拜的一个天气的变化 会比较明显 有慢慢的这个秋天冬天的感觉了 以上就是11月22号的农业特报 下次再见